上海官方在今年四季度发放总额为5亿元的消费券 第一轮消费券在28号领取 比起2022年发放的消费券 做出改良 调整之后效果如何 我们来跟随本台记者一起体验一番 上午8点钟 记者定好闹钟 开强第一轮消费券 首先开强的是体育消费券 需要点开专属的小程序 然后还要注册 由于不熟悉流程 一番操作花了5分钟 进入抢券页面显示所有券已被抢光 有了失败的经验 10点钟开抢餐饮券 记者提前做好了准备 终于抢到了一张1000元可抵扣300元的消费券 有效时间为领券后的一周内 但这张券不是所有餐厅都可以使用 需要查询可用的商家目录 记者找到了一家餐厅 餐厅表示消费券可叠加其他折扣使用 加那个300块的券是可以用的对吧 那如果用完这个 如果我们再点三点的话 那那个组合的券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政策非常的好 尤其国庆节即将到来 我相信我们的业绩会翻倍成长 这一餐我总共消费了105元 用了300元的折扣券 就相当于打了7折 整个体验下来的感受 就是抢券是有一定的难度 而且使用起来稍微有点麻烦 有些喜欢的餐厅并不能够使用 但是折扣的力度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不少民众和记者的体验感受类似 住宿和电影消费券也是在第一时间就抢光 不是很清晰 只是告诉我们要发这个消费券了 但是并没有 虽然看到是挺开心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哪个渠道去抢 看起来挺多 但你看到个人头上 你就没多少了吧 刺激靠这种 我估计是杯水车型吧 只能是更多的是一些形式上的吧 在2022年 上海也曾发放总额为10亿元的消费券 但当时消费券领取的方式和金额都不同 之前采取的是在线报名摇号中签方式发放 而这次是在各大平台通过抢票方式先到先得 金额方面 之前最高面额为50元折扣券 这次最高面额是300元 同时分为餐饮住宿电影体育四个不同类别 而且不仅上海市民 外地和外籍游客也可以领取 因此受惠面更广 凤凰卫视黄大亮上海报道